时隔44年,内阁再次出现华裔财政部部长,成了这次组阁的最大亮点。 出任财长的林冠英早在26岁前考获经济会计学位,并在1986年踏入政坛。 首次上阵大选的他也一举当选马勒甲市国会议员,成为当时最年轻的国会议员。 林冠英在2004年出任行动党秘书长,并在2008年和2013年大选领军取得宾州执政权,出任了两届宾州首长。 如今当上财政部部长,林冠英强调,当务之急是要稳定我国经济。 他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,强调自己是马来西亚人。 接下国防部部长职务的成心党主席莫沙布,同样是闯当政坛已久的领袖。 莫沙布的政治生涯是从伊斯兰党起步,还一度当选伊党属理主席。 然而随着名联瓦解,莫沙布另起卢罩,创立成信党,以主席身份领军,成为西蒙执政的重要一环。 对于这次被委任要职,莫沙布坦言自己做梦也没想到可以成为内阁成员当部长, 但他已经准备好接受这个全新挑战。 内政部部长丹斯林慕尤丁,曾经代表国政巫统,在政坛留下汉马功劳, 出任部长对他来说一点都不陌生。 过去40年,他先后担任过6任部长,也曾经担任柔佛州务大臣。 他在2009年成为副首相,达到政治生涯最顶峰。 然而在2016年被武统除名之后,开启了他加入反对阵营的人生。 慕尤丁和敦马联手成立土著团结党,以党主席身份和西蒙写下了改朝换代的历史篇章。 NTV7综合报道。